由华与中国投资拍摄的电视剧《缅接》第一集已成功杀青 这部由好莱坞著名导演、编剧曾推出红遍全球的《小鬼当家》的斯科特 罗森菲尔特编剧导演将面向美国的主流观众和大型播出平台和观众见面 这部里程碑式的电视剧备受瞩目 因为它是第一部聚焦华人社区法拉盛的家庭电影剧 不仅故事的创作源泉来自缅接 大部分演员和工作人员都来自华人社区 他们既是缅接故事的主人公又是这部剧集的创作者 电视剧《缅接》正式开拍 在四天内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集中拍摄 完成了第一集 这是十集电视连戏剧第一集非常重要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描写这四天的拍摄 那就是爱爱能够一善 今天让我们来听听来自缅接的声音 让我们大家一起经历我们心中都有的那一个梦 在美国讲好我们的故事 从完全不同的角度 讲述演职人员的参与和梦想 生活在美国 我们被教导要成为梦想家 从我们在新闻文章中读到的白手起家的商界精英 到在电视上看到的坚定而热情的主角 我们被潜意识地鼓励不仅要有远大的梦想 还要追随我们的梦想 另一方面我们也被教导 让梦想成为现实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生活会阻碍你 这取决于你为你的梦想腾出时间 即便如此 大多数梦想也不是一个人能实现的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演员 尽管上了多年的表演课 但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我的梦想 再过去 我只觉得在白日梦的领域里 用语言表达它似乎毫无意义和尴尬 我非常感谢缅接的一切 让我离梦想又进了一步 因为这段经历给了我信心 甚至可以大声说出我的梦想 在这个项目中周围都是为梦想而奋斗的人 我感觉我的灵魂在充电 缅接讲述的是法拉盛的华裔社区的故事 这部作品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与拍摄地一样多样化 亚历克斯 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化妆艺术家 来自泰国 卡罗林 我们一丝不苟的摄影总监是法国人 杰西 我们的超级英雄服装造型师 有韩国血统 在片场 你经常能听到不同语言的来回呼喊 然而 从来没有感觉到脱节 每个人似乎都对彼此有着无声的理解 尤其是工作人员 他们每天的每一秒都在按计划拍摄 我有心扮演的角色是梅 一位33岁的华裔美国人 她拥有一家成功的企业 但梦想着其他事情 她生活中的主要冲突 源于她和母亲Joy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 母女俩的故事 是关于移民和上一代父母的故事 用更简单的话来说 是关于代沟的故事 作为父母都是移民的第一代人 这是一个贴近我内心的故事 事实上 试图连接不同世代的故事 永远不够多 这说明了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奋斗历程和里程碑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自己的家庭 多一点理解 缅接的创作者 都是才华横溢 精通人情世故的人 我热切地期待着随着故事的发展 没会如何发展 我等不及要看剧情发展了 阿曼达 我们的编辑 有她的工作要做 我要感谢 Jeannie和Scott为这个精彩 而又话题性的项目所做的一切 我也感谢所有 慷慨投入时间和资源 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特别是 Melissa和Jennifer 他们不仅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拍摄场地 还提供了美味的食物 真的 这个项目不仅承载了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梦想 也承载了社区的梦想